在南加州面對嶄新的一年 洛杉磯的華人 都有哪些期待以及計劃呢 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新年新希望 洛杉磯的華裔民眾 最大的希望是什麼呢 答案是身體健康 希望身體健康 一家人快樂 自己的生意就做越好 然後的話家人健康 我就是希望新的一年中 健康平安 然後最重要家人的健康平安 然後世界的和平 希望全世界人的身體健康 少一點爭鬥 另外民眾感觸最深的 要算是對美國經濟復甦的期望 我自己希望美國的經濟 早些發展起來 我們也是同樣 大家都能受益 還有我們老百姓 生活能夠有一定的提高 因為現在物價都上漲 希望有一定的提高 希望人能有工作啦 只希望國家能夠儘快地 從經濟復甦的儘快地出現 然後這樣的人們的生活 更安定更美好 除了對經濟復甦的期許之外 也有人關心歐巴馬健保 再來身為移民 很多人也不忘母國 我是希望美國跟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好 這樣呢 利於我們在外面的人 大家都能夠和平相處 包括國與國之間 而年輕的一代又有哪些新年新希望呢 我現在是大學生 所以我希望能夠順利地畢業 然後在這邊找一個穩定的工作 所以看來2014年對華人來說 是充滿希望的一年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woo